退休单新闻都很生气 专家建议陈志云 专家建议找姜濤做疫苗代言人 经理人花姐就这样回答 原因一,姜濤父母年纪不小 原因二,偶像要接触很多人 早前22岁,姜濤生日 粉丝铺天盖地为偶像兴生 虽然是铺天盖地 我也有问过我身边几个同事 他们竟然不知道姜濤是谁 我心想你吃不吃麦当劳 不要扮认识 又或认识自己几天几天 回去看TVB老人之外台 看153吧 算了,不说这些 在铜锣湾周围都看到粉丝 给钱买偶像兴生广告 不算过分,很正常 你那些BTS生日 美国那些整个大厦外面 外面都买LED 姜濤生日有粉丝 买滑额,买电车 外面的Poster 很正常 为什么追韩子 就一定是正常 突然间香港有个这么红的 好像当年黎明 那些香港人就觉得 为什么这么红 有什么不厉害 唱歌很好吗 跳舞很好吗 又不英俊又有型 为什么那些人要说这些 又说 姜濤的发型好像美少女战士 阿嬸,你懂不懂东西啊 不说,很生气 想不到他有这个势头 原来已经突破娱乐圈 杀入其他范畴 今天就有专家建议 可以考虑年轻人 人气高 专家建议年轻人偶像 为什么不请苏永康和曹永廉呢 TVB 受众那么多 那么多电视看TVB 搞姜濤干什么呢 那就找姜濤 例如姜濤 作这个疫苗代言人 不如找周柏豪吧 姜B就抢了周柏豪那单工作 打疫苗这些东西 那周柏豪一直做的嘛 其实这条招式不少地方都用过 好像上海邀请了这个大众偶像 SNH48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SNH48 就是AKB48 第二、第三、第四代 还是大陆版 那些女儿你都叫不出名 那就做了一个形象大使 大陆是吧 唉 好话不要听 如果姜濤真的呼吁接种疫苗 我觉得效果会不会好呢 那就真的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呢 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呢 就不要push别人去做 那究竟姜濤会不会做疫苗代言人呢 那就这件事呢 就问了ViuTV 那些记者 那他们暂时就说 哦,没有回应了 谢谢 那经理人花姐就说 那姜濤现在忙着MIRROR演唱会啦 那就没有留意新闻 那也没有相关人士呢 就真的接触过ViuTV 那花姐呢 就谈这个疫苗代言 那纯粹呢 那就是那些报纸佬 那都是那些濕狗专家呢 就说 呃 建议啦 那我够建议啊 陷世界的人 唉 不说negative的 心美都不敢戴头盔啦 心美啊 在她自己节目 都不敢评论疫苗啦 那花姐呢 也有说过 就是说 姜濤呢 父母年纪呢 就很大了 就加上身体不好啦 那其实 六十岁以上 大陆都说不好打的啦 那我不知为什么香港 那么多七十几岁八十几岁 就去打 打完死了 那就说不关她的事啦 那真的不关她的 那别人一早叫你不要打的嘛 那只不过是她打的时候 那些人又不跟她说 那么扑街而已 那姜濤呢 就经常都要接触很多人的 那你都知道啦 大把粉丝追到她瘦啦 那都担心呢 感染这个疫苗 不过最后呢 打不打疫苗呢 都要更加多这个疫苗数据落实 才做这个决定的 那其实姜濤打不打呢 我相信就应该不会太大关系的 就是千万不要又走出来说 什么姜濤黄丝啊 又说她什么在那些政治的运动中出现 戴黑色口罩 姜濤这个人一向都戴黑色口罩的啦 我很久很久很久在2019年之前 没发生这个政治事件之前 我已经在街上见过她 她也是戴着黑色口罩 她是全身黑的啦 通常肥仔肥妹是最喜欢穿黑色衣服的 不可以说黑色就代表了某一个立场 那我就要剪了我的头发 或者我要染了其他颜色 那是不是白皮黄皮肤黑头发 就是一个黄丝的代表 就是不可以这么说的嘛 那姜濤根本就没有说任何东西 如果你强行这样说是黄丝啊 蓝丝啊 那Edan啊 她也不知道 她拍了一个电视剧呢 ViuTV 她里面呢 你认真看 那些宣传海报呢 就真的有一句slogan 那什么slogan 大家自己去搜寻一下 但是呢 以我所知 以我的理解呢 姜濤是没有作出过任何评论的 那就是难得香港有一个红星 为什么又要去打沉他呢 为什么不见得人好 是不是一定要自己坏才是好呢 是不是一定要是Blackpink 是不是一定要BTS呢 就是我的同事都是 到星期五晚上就买一张机票去韩国 我还记得那个人是追CRC 就是我不知道 CLC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个香港女孩是其中一个成员的 唉 真的 麻烦大家好好爱识一下这个 我们千年难得一遇的偶像 但是呢 我又有点点意见 姜濤的发型呢 我觉得现在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是超郭阔城 几十年前的发型 为什么一定要是梳那个 这样的 芭蕉叶的音呢 我觉得她以前全民造星的样子 挺好啊 即甚至再前一点 她参加快乐男星的样子都ok 但是呢 有些人就说她得罪了发型师 但不是啊 Anson Lo也是这个发型的 即是是不是MIRROR的统一发型 就是要有这个巴椒流海呢 我记得呢 阿姜濤是很恨露出她额头的嘛 她之前说她 《全民造星》那时候呢 说她是要照九万次镜的嘛 即是甚至呢 如果标面有得反光呢 她都会照的嘛 那所以 莫非阿姜濤都认识她这个发型是 是英俊? 是够型? 那可能是啦 那我也希望大家 即是政府想推疫苗 那你已经落实了那些非荣 全部非荣打针 都不说你说什么 当不当人家是奴隶 嫌疑等公民 我已经不跟你讨论这些题目 那然后你自己无能为力叫人打 你又不会去全民强制打 那何君堯呢 冲新个狗头出来说 要设定个限期 免费打针呢 就要有一个期限 之后呢 就一万元一针 你给呀 真是 唉 有很多人呢 我的朋友 身边都有朋友 在群组里说 打针的人呢 要出来吃饭了 那我都不会这么扑街 在下面写一句 喂 不打针的人 出来吃饭先 即是我不会树敌 大家知道我好人 虽然说话扑街 而已 心仅是善良的 那我觉得政府如果要强推那些 食肆呀 逼员工打 有很多是年纪大的员工 那又说没有医生证明 没有健康上的理由 就一定要打 那那些老板 已经之前疫情关系 有很多 开不了工啦 不能够夜晚堂食啦 到之后的六点啦 十点啦 到现在又说 Plan A Plan B Plan C Plan D 一个普通食肆 小小的 只有十几张桌 怎会跟你分那些 鬆A 鬆B 鬆C 搞那么多这些什么 真是难为了家嫂啊 现在还要推姜濤出来 叫姜濤去戴这些头盔 自己又做不到 还要跟大家分享下一个 百科小常识 我今天呢 就搜寻林郑两个字在Google 大家猜一下 林郑出来 第一个蛋出来的搜寻是什么 那当然不是J啦 当然不是Sock啦 当然不是说什么好东西啦 就是林郑任期 就是第一个蛋出来的搜寻 哇 真是很厉害啊 每个都像我那样 去搜寻林郑的任期 那如果现在想搜寻那些 不用了 省了 不要push了 不要增加这个搜寻次数啦 林郑的任期呢 跟大家说呢 就是2022年的6月 是吧 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呢 为什么一个特首呢 的任期是这么差的呢 就是要不呢 就好像董伯伯那样 就是有些行政来自啊 董伯伯都有这个德政啊 那他起码叫大家去买公屋啊 喂 港神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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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十几二十几年前 大家是拿一个很低廉的价钱 买一层公屋 现在 你买不买到呢 你保地价都买不到啦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当时没有买的那些 有很多是扔春的 那又或者好像曾任权那样 什么差都不做 就是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他任内 就停了 停建公屋 居屋 那又或者你可以像梁振英那样 喂 屌你 黄的又骂你 蓝的又骂你 做人做老的 没什么意思 又是那句 全家都是拿英国的 然后他自己就是什么脱英 浪购气啦 真是 虽然除了他之外 很多这些什么高官啦 特首啦 就算你出来开记者 去开警察 记者招待会那些 什么谢震宗啦 又是想去美国 大家都觉得外国的月光比较红 大家都想自己的子女呢 就在外国读书 包括那些什么懒疙教育局局长 然后呢 就在香港 找香港的钱 去公养外国的子女 尤其是大陆的官员 很多啦 你叫得出名的 那些什么王岐山 习近平 以前那些什么 胡锦涛 所有这些什么人呢 不要说直系的子女 亲戚那些 全部都是在香港 在澳洲 美国 加拿大英国 全部都是这些 父户走资的 这些一讲又是讲一集的 都是不讲住的 就是 不要搞姜濤 也就是那句 要不然真的和你死过 我不知道大家 能否撲到MIRROR5月的演唱会票 我真的买不到啦 我真的 这个银包光眼化 末期银包肝炎 我就没有钱 买黄牛飞啦 我希望花姐 考虑一下 这个现实状况 加开多几场啦 以前MIRROR不够歌 现在够啦 他们单人都有歌啦 不需要只开那么少啦 我相信 今时今日MIRROR的号召力 不止那么少长次啦 我很期待 MIRROR好像 陳奕迅啦 鄭秀文啦 可以一开开20场 跨年 聖诞场 对 对 对